嗨大家好我是Ryan 又到了每個星期跟大家聊信用卡的時間了 在玩信用卡的部分啊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兩個訣竅嘛對不對 第一個基本上就是如何利用高額的開卡禮 就是趁著信用卡高額的開卡禮的時候 辦信用卡然後把高額的開卡禮拿下來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我一直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要了解你日常生活中的消費 利用生活中的點滴消費幫助你累積足夠多的信用卡點數 這兩個新法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通常已經非常了解的第一種嘛 就是高額開卡禮 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第二種 那忽略第二種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不了解自己花多少錢 也覺得說我一年沒有花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這一集其實就是要來跟大家講說 你真的知道你一年花了多少錢嗎 根據美國的統計其實你每年花出去的錢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可以善用這些花出去的錢的話 你真的可以拿到很不錯的信用卡點數喔 那在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想請大家替今天的影片按個讚 這樣YouTube會主動的幫我們影片推薦給更多不認識我們的觀眾 看到最後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一定要按下訂閱 這樣子我們有新的影片都會在第一時間推播給你喔 美國的勞工統計局在今年的9月發布了新一輪的統計資料 統計去年度也就是2022年 美國household的income跟消費的部分 在income的部分的話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統計資料顯示 在2022年的 平均household income是大概94000塊美金左右 那大家猜看這個94000塊美金左右 多少錢花在就是這個household的消費上面 大概消費是72000多美金左右 72000多美金真的是蠻驚人的 就是每年要花在消費上 真的數字是蠻大的 那扣掉其中最多的就是房租跟房貸的支出 我們算就是每年的25000塊美金左右 其實你每年花在零零種種 一般的消費上面有大概 45000塊美金左右的消費 所以如果你可以善用這個 4.5萬美金左右的消費 其實真的可以幫你用日常生活的點滴支出 來累積蠻多的點數 那這邊我們就要來介紹 兩張信用卡 用這兩張信用卡當成例子 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如果你信用卡選得好的話 讓它的涵蓋範圍可以涵蓋在你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的消費 那這個4.5萬美金 它可以累積的點數 大概會有多少呢 那這次要幫大家介紹 兩張信用卡 我因為考量到 大部分的家庭 美國家庭可能都是小資的家庭 然後也都不習慣 辦高年費的信用卡 所以我這次挑的兩張信用卡 其實都是年費相對低 免年費或者是年費低的信用卡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第一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heese的 Freedom Unlimited 這一張信用卡 咦 大家說 咦 怎麼會是 Freedom Unlimited 這張信用卡呢 來來來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我選了 這一張信用卡 Freedom Unlimited 這張信用卡 就是說 它是一張免年費的信用卡 然後它的 加成類別很單純 就是 Everything 1.5倍 然後你在Dining的部分有3倍的點數回饋 你在Drug Store有3倍的點數回饋 還有在Cheese的UR Portal有5倍的點數回饋 那它的回饋其實都還蠻 簡單的啦 簡單易懂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它的開卡力部分 以往的開卡力可能是刷500塊 你可以拿到15000點 拿到20000點 但是最近它有一個新的開卡力 這個開卡力是在首年 也就是第1個12個月的部分 你的所有點數都2倍 而且沒有上限 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對於 一般的家庭 想用一般的消費 來累積點數 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這樣想 如果它是所有東西都是 2倍的點數的話 對不對 那基本上我們說前面的加成類別 在Dining 跟Drug Store 基本上就變成 6倍的點數回饋 然後在UR的Poro 就變成 10倍的點數回饋 然後在 其他的部分 其他任意的消費 則被3倍的點數回饋 那基本上這個新的開卡力 也就是所有消費都 最基本就是Double的點數回饋 我覺得讓這張信用卡變得蠻值得 一般的Household來使用 因為這張信用卡就變成了 至少 至少 Everything 3倍點數回饋的信用卡 前面勞工統計局的資料不是說 大家每年的支出 Household的支出 大概就是7萬美金嘛 那我們說把 房租房貸扣掉 因為很多時候房租跟房貸 你沒有辦法用信用卡刷嘛 大部分信用卡都不會刷 所以你扣掉之後剩下的4.5萬美金 如果你把這個4.5萬美金的消費 放在這一張 Everything 3倍 就首年有3倍點數回饋的消費上面的卡 來刷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拿到13.5萬的chase點數 光這一年 如果我們就是抓一下 就是因為你可能會有外食 那外食的部分我們剛前面有講 原本的Dining是3倍 但是因為這個新的開卡力變6倍的話 那我們隨便把它抓一下 那混合好了 我們說你有4倍的點數回饋 那如果你用4倍的點數回饋來算的話 這個4.5萬美金 4倍的點數回饋 一年的部分 就可以讓你拿到 18萬的chase點數 大家可能都沒有想到說 啊原來啊 我這些基本的零零種種的消費 我就可以拿到這麼多的點數 那chaseUR的 意用 我也不用再多講了嘛 像你可以轉凱月啊 換凱月的房 基本上都是很好的用法 你可以轉UA 換機票 或者是你可以用chase的UR portal 來折抵 消費或者是兌換 就是機票啊 其他的飯店住宿 我覺得都是相對好的用法啦 也都可以讓點數發揮蠻好的價值 大家也應該都很熟悉了 那同樣勞工局的例子 我們再把它應用在另外一張 我要介紹的信用卡 就是City的Premiere 這張信用卡 這張信用卡 我真的 覺得非常值得 在美的台灣人生版 因為我們都知道有很多的household 有一家可能你都是要回台灣 那帶小孩回台灣 你有時候想要飛得舒服一點 都想要直飛嘛 所以長龍里程就是你最需要累積的東西了 那現在長龍放位置啊 不管是經濟商務艙 放位置基本上都不太放給夥伴 都只放給自家的航空 自家航空的計劃 所以能夠轉點到長龍航空的 信用卡點數就非常重要 那City的信用卡點數系統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系統 那City的Premiere 我覺得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用來累積 Thank You Point City點數系統的一張信用卡 那第一個他的年費相對的蠻低的 他的年費95元 然後他在加成類別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非常適合所有家庭在用 因為涵蓋的範圍真的很廣 像是你在機票的部分 你有三倍的點數回饋 你在飯店的部分有三倍的點數回饋 加油有三倍 在外的dining有三倍 然後超市也有三倍的點數回饋 然後在其他部分則是一倍 然後如果你現在在City的Travel Portal上面 訂 就是 飯店或是註冊的話 有10倍的點數回饋 所以大家透過我剛剛上面講的這些 就是 加成點數的類別 你可以知道 這張信用卡基本上已經涵蓋了大部分 你在美國的消費類別 然後這張信用卡還有一個 100塊的 就是酒店的退額你只要在他們的 Thank you的Poro上面 訂超過500塊的 飯店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個100塊的退額 所以我自己也有用 等於就是把你的 年費 95塊錢 整個offset掉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張信用卡 持卡 長期持卡 也是一張 基本上 零年費的信用卡 然後目前的開卡里是刷滿4000元 你可以拿到 6萬點的 Thank you point 我們再套一下前面勞工統計局的資料 我們有4.5萬的消費 你如果把它放在這邊上面 因為我剛好前面有講了 這張信用卡大部分的消費 類別 加成類別 都是3倍 所以讓你在美國的 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消費你可能都已經 涵蓋在3倍的範圍裡面 如果我們用 3倍的加成來算的話 這個4.5萬美金的年度消費 總消費 你可以拿到的 Thank you point 有多少呢 就是大概有 13萬5000點 那再加上開卡里的6萬點 所以這張信用卡 你持卡一年 你總共可以拿到 19萬5000點的 Thank you point 也就是19萬5000點的 長榮里程 那這個19萬5000點的長榮里程 我可以幫大家介紹一下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你用在換 台灣到美國 直飛的長榮航班 商務艙 你可以換到 2.6張的 商務艙單程機票 因為 75000點 就是大概 一張商務艙的單程機票 所以15萬點 你可以換到 來回的商務艙 也就是 兩張單程的商務艙 里程票 然後長榮基本上 現在放給自家 算是大方啦 你排後補 也通常都排得到 那如果你是 西家貸券 你沒有辦法一次 燒掉 15萬點 覺得太多了 你想用升等的話 那這個部分 你用長榮里程的話 你買好新商升等上去 黃錫貴貫艙的話 這個 19萬5000點的 Thank you point 長榮里程 你可以換到 5.5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消費啊 如果你放在對的信用卡 每年可以累積起來的點數 其實真的還蠻可觀的 對於你不想 一直開卡的人 其實這也是一種 很好的方法 那這一集就幫大家錄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想跟我們一樣 花更少 非更好 或者是想跟我們一樣 善用信用卡點數 旅遊的更舒服的話 一定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幫我們的頻道 推薦給你的親朋好友 那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拜拜